我們第三個節目是採雲追月 最近在LINE或WeChat上面 大家都在瘋傳採雲追月 採雲追月是一首很有名的廣東樂曲 八十五 了解著小市民的輕鬆便宜的生活 這一首歌最早建於清朝 相傳李鴻章在當梁廣總夫的時候 聽到了這首歌大為欣賞 所以就把他進人超圖 建於大內 那採雲追月是什麼意思呢 他就是說仙人採著五彩響雲 奔向月宮的輕鬆歡歡 現在大家想像 我們回到一百多年前 君王開業宴 邀請我們大家一起跟李鴻章練習 欣賞採雲追月 欣賞 我記得在英國中 走開 既然會有一個 typing 你會不會再說 我會不會再說 你會不會再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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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會不會再說 我會不會再說 你會不會再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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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